我們看看Wing最近在種什麼 一枝枝牙飆出來 應該是蒜頭 這麼快已經長得這麼高大 這邊看看他在種什麼 這個有點不同 是紅色的 Hello Wing 阿寶 你好 你好 你在種什麼 我在種一些紅蔥頭 蔥和蒜是不是也是秋冬 秋冬天在英國比較適合種的東西 沒錯 在英國這邊秋冬天比較冷 有些作物相對來說 在秋冬天種就不太適合 蔥 蒜 紅菜頭 洋蔥 韭菜 椰菜花 西蘭花 那些作物其實比較耐寒 在英國這邊種就比較適合 明白 我看到你一塊田就露地種 其實不怕晚上低溫的時候會凍傷它嗎 我將蔥和蒜 其實種植的時候 我都將它的頭藏在裡面 就是凸出了一些生長點出來 變成它就算是冷一點 其實也不會凍傷它 如果有需要的時間 其實我在表面還可以鋪多一點的馬份堆肥 或者多一點點泥 用它都可以 如果沒有後院 或者沒有地的朋友 是不是都可以在窗邊 或者在室內種種呢 是可以的 其實在英國裡面 如果你在冬的時間 在室內裡面 你只要用盤種 你找一個合適大小的 蔥蒜 這些很容易種的作物 甚至香草 甚至一些葉菜 你其實在室內種也可以 或者在室外 你有一些greenhouse的部分 在greenhouse裡面種 其實它的溫度已經可以 保護到大部分的作物去生長 所以大家都可以爭取一下 冬天時間 種多一些農作物 原來是這樣 看來秋冬天還有方法可以種到東西 OK 讓我試試 加油